原标题,刚刚,安徽任命两名副省长,12月20日下午,安徽省十二建仁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人事证免案,决定任命何树山、阳光荣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。 何树山同志建立,何树山、南、山东新泰人,1964年三月生、汉族、研究生学历、工学博士、教授及高级工程师。 1984年7月参加工作,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1984年7月立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钻井公司技术员工程技术站副主任、曾公司党委书记、副经理、公司副总工程师。 1996年起,先后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钻井公司副经理、常务副经理、钻井三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经理、修景森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经理。 2000年任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。 2002年起,先后任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中石油大港油田分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。 2008年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。 2009年12月,任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常委、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、党组书记。 2013年1月-2017年12月,任天津市副市长。 2017年12月,任安徽省政府党组成员。 杨光荣同志建立,杨光荣、南、湖南湘谈人。 1962年11月生,汉族。 研究生学历、经济学硕士、经济师。 1989年8月参加工作,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1982年9月。